林姐剛看到的是 事實上環太在軍演的同時 中國跟俄羅斯軍事挑釁 日本的動作也越來越囂張 確實我們看到這幾天 這環太平洋軍演 在夏威夷附近海域會集26國 在進行這一個大規模的 聯合海上軍演的同時 看到中俄的軍艦 其實在西太平洋這個地方 也不斷的持續挑釁 特別是軍艦 對於日台的相關的 這些威脅的動作越來越大 那先前我們談到說 這個三艘俄羅斯的軍艦 穿越與那國跟西表島中間的 這個敏感水道之後 果然順勢7月4號 那一艘俄羅斯軍艦 就進入釣魚台西南的 這一個匹林區 等於說24海里裡面 那當時它的一個理由是說 因為東海風容太大 所以到這個區域來避風 那接著這個中國軍艦 一艘053H3型 那也進入這個敏感的海域 那理由是說 它是要監控這個俄羅斯軍艦 這個說法其實讓外界聽了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可笑 今天中俄其實是背後 根本就套好招聯手在這個地方 要升高釣魚台的這個情勢 那居然可以用這樣說 它要監控俄羅斯軍艦的方式 其實藉這一個動作在展示說 它對這個釣魚台海域 已經是有實質支配 這裡是屬於它的 所以它可以來監控任何穿越的 這一個外國的艦艇 不過從這動作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整個這個專制陣營 特別是中俄兩國對抗整個民主同盟 其實這樣的一個軍事角力 確實越來越加劇 因為其實除了中俄艦艇 在西太平洋頻繁的活動 其實先前我們看到 本來中國跟俄羅斯 也曾經一度被邀請 參加這個環太平洋軍演 不過後來 被踢出這相關的名單之後 其實我認為今年都有可能 中國跟俄羅斯軍艦 還有可能在派情報船 跑到夏威夷海域去監控這些 所謂26國聯合軍演 因為過去也有這樣的一個潛力過 不能參加那我就來鬧場 所以這樣的動作 其實確實是對整個西太平洋 其實是持續在加溫跟升高 那除此之外 當然這幾天 這個中國內部也有媒體發布說 疑似在7月3號 可能解放軍在測試 所謂的高超音速飛彈 或者是彈道飛彈 從3C的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發射一枚飛彈 然後往這個新疆拔區 來這個進行攻擊 不過這個動作 可能一樣 遭到美軍嚴密的監控 所以美國在這個7月3號 跟4號分別 兩架的RC-135S型 這一型的電震機主要的目的是 可以監控所謂彈道飛彈的 這個飛行的軌跡 所以這動作也看得出來 它飛到東海飛到黃海的目的 可能也在遠距 在收整所謂高超音速 武器的相關發展 那對於這麼多的動作 今天這個太平洋空軍司令 威爾斯巴赫 特別被問到跟前天 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義秘力一樣 問到說這個近期解放軍對台 有沒有可能有相關的攻擊動作 不過他認為說美軍目前監控來說 沒有比較異常的動靜 不過不代表中國內部並沒有討論 相關的一個可能計畫 或者嘗試一些新的挑釁動作 那他也強調說 美軍會像老鷹一樣盯著解放軍看 所以回到環太平洋軍演的部分 今年很特殊的除了我們先談過說 有無人軍艦還有包含像這一個 麥康蒙索爾這種 朱瓦特級的這種逆中戰艦參加之外 那還有一艘艾塞科4號的兩棲突擊艦 這一次其實也現身 那這兩棲突擊艦這一艘黃蜂級 其實他已經改成可以降落F-35B 所以加入這一次的軍演 外界也觀察說 包含美軍最新陸戰隊組成的MLR 邊海作戰團同時也在驗證EFBO 前進遠征作戰基地這樣的一個構想 那他目的基本上就是跳島在躲島 那所以外界也認為說 這非常有可能是針對台海作戰做設計 因為這一次如果可以出動F-35B進行徵收 然後同時配合C-13東J 搭載M142這種海馬斯多關火箭 然後同時配合MV-22 這種魚音機搭載他的陸戰隊 那這一次有日本跟南韓都有參加 可能就可以進行一個空降躲島跟跳島的一個演練 那這個部分我們當然也認為說 統戰部分當然台灣也要小心防備 不過軍事防衛上面當然也要持續強化 所以這兩天我們陸軍進行神音操演 在屏東的九棚基地 出動包含像AH-64EH-1W 眼鏡蛇直升機OH-58D等等 那過去來講一向是進行對海 空對海的包含像地獄火飛彈的射擊 那這次很特殊的還進行空對空的打擊 以這個響尾蛇飛彈直接從AH-1W直升機上面發射 然後襲擊空中的標靶 那驗證所謂可以對海對空的一個反制 那當然還有整個回到 如果東西陣營其實是相互都有連帶關係 那在這個屋東的部分這兩天 那屋國也承認說確實在屋東這個地方 利西昌斯克這個重要據點 也就是盧甘斯克最後一個戰略要遞 確實已經被俄軍給拿下 我們看到普丁馬上出來洗滋滋的 這個召見這個國防部長稍一股 而且大家讚賞 那不過這個部分是不是代表 俄羅斯已經在侵略烏克蘭戰爭上面獲得勝利 美國的智庫ISW戰爭研究所的評估認為說 其實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戰術勝利 因為特別是第二階段開始 俄軍花了所有的軍力 花了60天的時間 那才拿下這樣的一個小小的戰略據點 卻付出慘痛的代價 所以這並非真正戰略上面的勝利 那現在包含像俄軍 他撤手到另外兩個重要的據點 斯洛維揚斯克跟柯拉馬托爾斯克 這兩個地方地勢比較高 也有助於鞏固後續烏軍的防線 那屋國則說現在相關的戰爭 其實已經進入到第三階段 也就烏軍即將要開始反擊 所以也罕見首度證實 我們昨天談過說 他這個烏軍第十 特種部隊有一支叫薩滿銀 還躍進攻擊俄羅斯的本土 那這個部分 這個烏克蘭也首度證實說 接下來會有非常多的反擊活動 那昨天他用三枚導彈 去襲擊貝爾格羅德州 相關的這個俄軍的要塞 那這些動作還有配合 這個在烏南的部分 對赫爾松部分反攻 這個部分ISW也評估 他在戰略上面的價值 恐怕比這個持續守在 這一個利息昌勢客要來的高 好我們稍後回來